看着他打 他怎么打你,你要用不同技巧 不,真的 OK Shoot 好,大家好 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今天有没有机器滑了 所以这一辑教学片 可能声音方面,我只得了折米 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 很多网友说 可不可以教Pocket Drupal 我今天首先讲了Pocket Drupal 一个基本的Pocket Drupal 但去到最后 我会想跟大家讲 Pocket Drupal 应该是要特意去做的 每一球 都是Pocket Drupal 稍后就会讲 首先讲了什么叫Pocket Drupal 动作就是 不要反手 不要holding holding的定义就是 手掌向上 OK 用肩膀 好像放东西进袋 放东西进袋 这个叫Pocket Drupal 通常呢 可以有什么用呢? 例如通修的时候 或者拍球 有敌人在你左边 OK 过人 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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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后脚是按自己出去的 拍球 Pocket Drupal 而且可以加一个 后转身的 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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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Pocket Drupal 为什么我说 不是特意去做一个Pocket Drupal 而是每一下都要Pocket Drupal 上次我运球练习来说过 我们要 吸到波上去 用手指吸到波上去 每一下都有 下 上 下上 下上 一二一一一 大家回家做到 三个level 一二一二一二 重点在这里 一二 重点在这里 不是用力的 我们真的是吸到波上去 看到吗 如果你做得漂亮 吸到波上去的话 不是用力 BOOM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而是 上 我的运球理论里面 运球 有下 亦有 上 而且 我应该每一下运球 是想着向上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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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麽呢 我们向上的时候 你都想着向上 向上 其实就是每一下都是Pocket Drupal Pocket Drupal 就是吸 吸 拉 吸 拉 每一下都拉 每一下都拉 是很快的 这个时候有什麽好呢 记住 很多人 打篮球 我们香港的小朋友 很快的 只要每一个 在Facebook问我问题 他问我 射球不够快 动作不够快 这些 我都知道他必然是中学水平为主 中学生为主 为什麽呢 在你们那个年代 在你那个年纪 我自己也是 我们最后的是什麽 快 很快 速度很高 很高速地过去 射球 很快 区别最厉害是什麽 射球快 大家忘记了区别最厉害是什麽 不是射球快 区别最厉害是什麽 射球入 当然出手都快 最重要是 射球 一个人 射球 可能 你记住 你不用做到很快 很快 什麽都很快 你难得了 来香港的时候 就问过 有两个样东西 我们香港的球员 有两个问题 他问了香港的球员 有两大问题 一 为什麽你们什麽都是这麽快 你不懂控制自己的速度 刚刚看完精英赛 看到中学生的比赛 亦都看到几样东西 第一 你们的速度就是慢 極速 慢 極速 你们并不是一部车 一部车我们可以控制10 20 30 40kg 一路加速 你们是一部玩具车 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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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控制自己的空间 控制速度的空间 没有的 全快 一是不动 超快 一是不动 你变相 你没有节奏可燃 亦都很容易抹你 结果呢 大家打到可能看来下降之后 你很难再会入到球 又或者可以做到其他中锋 而且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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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学生 因为速度太快 走冷炒 你记住 你们现在打的不是football 不是rubbery 你不是要把球放在底线 就可以了 就算football和rubbery 他们都要个人 都要急停转身 对不对 为什么你们在比赛中 不用做这些东西 真的错 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纳白指出的就是 香港的小朋友 例如小朋友 香港的球员 射不入 他会不会说sorry 不知为什么 可能比欺人多 你为你对球去射球 为你对球去入球 你不是为了自己 你是为了对球去入球 为了胜利而去射球 为什么要上去 召转了 太多人不射球 反而还累赘了 这个也是我们球员的问题 好 说完题外话 说回正题 sorry 刚刚说完 我们说回pocket jukeball 我们每一下都要吸上来 为什么要吸上来 我们向前冲的时候 我们重心放低 这个时候 你基本上吸不上来 因为你向前冲 可能是 吸上来有什么用呢 就是 就是 把你向前冲 拉起 拉快 是例如 我们如果要step back 假设 我们要step back 我们要step back 我们冲下去 拉起 step back 你要拉起 吸起球 吸起球 你才做到step back 再来多次 我们又要请出来 防守 好 镜头一转 又看到浩出来了 这次他负责帮我做防守 拉 我们吸起球 pocket jukeball 吸起球有什么用呢 记住 我们 如果我们直动坐低的方法 你的脚的重心黏肥 人家很难动 但如果你吸起 你很容易 重心因为浮高了 你变相 你很容易转换脚 你会看着一个敌人来打 我建议你 1-1的时候 记住 你会看着一个敌人的动作 去打球 不是 你会死的动作 去打球 看着一个敌人 去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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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用不同技巧 或者例如 OK 去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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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去那边 拉开自己 吸起球 最重要的就是 打球 跟着球 去打球 ист 你心里 下去 去打球 去打球 面子 去打球 去打球 去握手 下 确定 詐 這個比增加的不太難 這個擺是最重要的 今天雖然不是這樣攻擊出谷 但是我希望大家記住 你要得到攻擊出谷的重點 每一下都是攻擊出谷 向前衝 呼呼呼呼 好了 在這套教學片的見尾 我希望 我自己給一個很硬的加油 Double Step Back 但是我覺得這個 是一個沒有trouble的Double Step Back 看著 謝謝 吸氣 吸氣 Go Step Back 2 Shit 再去第一次 兩個Step Back 準備 阿毛巴 好 OK 準備 Step Back 2 好 你覺得這球沒有trouble嗎 我覺得沒有trouble 準備 好了 我們到時候 看到 1 2 3 3 5 3 4 4 5 4 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